如果你能研制出百草窟的解药 那么下一届的诺贝尔生物学奖绝对是你的 听到百草窟的名字 就会让人闻风丧胆 那么百草窟究竟有多毒呢 如果死亡的痛苦过程有排名的话 百草窟绝对可以排进前三 它不会给你一丝生存的机会 更恐怖的是 它会慢慢侵蚀你的呼吸系统 丝毫影响不到你的中枢神经 最后将在你神志无比清醒的状态下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憋死 百草窟本身无色无味 为了防止人们误实 在生产过程中添加了一些臭味剂和催吐剂 如果一个成年人只要喝下5毫升的百草窟 那么你可能连呼吸都做不到 这也是百草窟最致命的地方 正常人的肺是有活力有弹性的 而喝了百草窟会造成不可逆转的肺部纤维化 变得非常僵硬 通俗地说就是没救了 虽然现在的医学事业已经相当发达 但人类还是在纤维化面前无能为力 最多只是缓解中毒症状而已 除此之外 百草窟进入身体后 还会直接破坏身体的所有细胞 并且毫无抵抗力 更加恐怖的是 它还会储存到你所有的器官中 即使你完成了肺部移植手术 剩余的成分也会再次侵蚀你的肺部 所以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研制出百草窟的解药 假如你研制出了百草窟的解药 那也就意味着你可以治疗纤维化的肺 也就是你可以将一个僵硬的肺重新换回活力 那么你将成为家喻户晓的世界大网红 从此走向人生巅峰